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守軍會鎖定今天十二月六號 在星期一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觀眾朋友 李華為婉是在創下 今天李華為婉的司法委員會 你知道大陣仗 這是由昭偉葉玉蘭 邀請了檢察首長 在報告公投選舉跟偵辦 到底是為哪裝 因為一方面控告補選不公 一方面控告公投政治偵辦 要求司法單位通通要備詢 這是公然施壓嗎 今天邀請的從畫面當中來 你看一下 畫面當中有包括了法務部長蔡清祥 包括台中地檢所檢察長黃茂信 到底為什麼這麼大陣仗 通通都叫來 這檢察官不是在第一現場 應該來辦案嗎 甚至在會生會影當中 不是讓第一線好好的辦會選嗎 有人說國民黨司馬昭之心 好一方面要求台中紀檢所檢察長到立場的報告 一方面是為嚴寬恨私設刑堂打壓司法嗎 我們一方面來了解一下 今天王帝宇來到現場 包括了柯建民都說了 這不叫違憲 什麼叫做違憲 柯建民認為這是為嚴寬恨的選情公然施壓 甚至有人說 這等於是國民黨設了一個堂口 護航中二選區 為什麼這麼做呢 今天易景隆大哥來到我們現場 依照易景隆今天所帶來的一些權威分析 嚴親彪在這兩天 嚴寬恨的競選總部成立時 兩個人合體了 不過所講的話 有一點點的地國倒菜都 到底現在嚴家在中二選區的選情是怎麼樣 等一下易景隆大哥幫我們做解析 嚴親彪喊出在地支持在地人 可是呢 在這一場競選總部成立 物封的競選總部時 我們看到有江啟成來了 市議員林必秀 包括像是蘇柏欣啦 物豐農會的總幹事啊 黃錦健這些人通通都到了 當然爸爸到了同時呢 除了細數說 他做理化委員的時候 警察想 台74快速道路 鐵路高價化等建設 一說這次陷入苦戰 希望呢 鄉親在地支持在地人 怎麼會陷入這個苦戰呢 應該是酸井經問不是嗎 不過這兩天我們看了 顏寬恒一直講調 微混不可以差 貪不可以走 林靜宇說 不要偷換概念 真的嗎 微混不可以差 貪也不能夠跑嗎 顏寬恒 不過顏親彪到底在說什麼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尤其呢 他顏寬恒還控告說 這個千人版都涉及會選 涉及會選 你知道林靜宇怎麼回答嗎 林靜宇說你在指控千人版都涉及會選 我根本沒有到啊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于是老師還幫我們解讀一個最新的現象 因為呢 我們講說 跟嚴家有關的 有五間 有異常 這個新聞為什麼消失了 不管是這個阿虹 在政治道跟我們連線 或殺戮人 這個李先生跟我們進行連線 都說 這個五家 真的月入非常非常可觀 保守估計五千萬到一億元之間 一個月之間的收入 為什麼這個新聞會離奇被下架 這到底為什麼 來一一為您解析 包括周五榮律師要告訴我們 他還爬梳 跟嚴家有關的 不只有五家電丸 還出現第六家 在台中大甲 到底有什麼相關呢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介紹 前台中追分國小校長 李順良 你校長來到我們現場 校長晚安 小軍晚安 大家晚安 大甲正南宮的信徒代表 一錦龍一大哥 小軍姐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好 民進黨籍立法案 王定宇 小軍大家好 兩岸周三協會 恩教授趙玉手老師 小軍好 大家晚安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 王立潤 小軍晚安 大家晚安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黃靖平 陳議員大家平安 歡迎知名律師 周五榮柱律師 小軍好 大家好 好 私事媒體 王立潤加入我們討論 來看這個大現場 我肚子痛 休息 我先處理 上市真本是針對嚴教的 我們隨時來開會 我們送醫院 司法委員會剛召開 藍綠委爭辯不斷 程序發言火藥味十足 趙偉葉玉蘭 乾脆說肚子痛 休息離場 被邀來的法務部長 調查局等首長錯愕 只能空等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忍無可忍 個案請他們來 當然是違憲啊 早在五號晚間 柯建民就針對 司法委員會專案 主題報告 選舉公投政治偵辦 爭議表達不滿 連出發文痛批 國民黨違憲 為亂而亂背離民意 一看就是為中二選區 最近監調查會 嚴寬恆陣營 卻操作為國家濫權 公然為調查中的個案 在立法院施壓 這很像是胡扯 好像就讓柯建民 你今天臉書上寫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以為他會來 胡說八說 他以為他是 大法官 我是比瓜建民 他早上來 這一次如果說 這樣子叫做違憲 沒有違憲 就違科啦 對 常常在刑警前 有放一些什麼 可能炒米粉啊 共產品 有相關的韓式解釋 說這些是可以的 這個移動動力 想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 遵守法律 藍尾把炮口對準柯建民 但陳玉珍明白說出 炒米粉三子 外界認為 就是衝準中二補選 護航鹽寬恆 召開的專案報告 還要求台中地監署 檢查長到立遠報告 全部整架 提出一個散會的動議 其實說今天 專案主題遭執違違反中立 綠委連署提案散會 憋在關鍵時刻 影響選心 公民黨制奧委 葉玉蘭 埃批對司法不信任 丟下一句肚子痛 就不見人影 更引發爭議 來我們請教皇帝 這麼大陣仗 通通被叫到立法院 是要做什麼 我們看到 這是司法院的副名長 周湛春 而內政部長沒有來 但是特別 代表是政務次長 花敬群也來了 這是法務部長 蔡清祥 連政署署長 鄭寧謙 包括調查局長 剛剛上任沒多久的 王俊麗 而且他點名的 其實包括了 邢太昭 台中地檢署的檢察長 通通被點名要到 國民黨立法院在做什麼 我先沉痛的講 如果我們在 討論台中第二選區 我們在對抗 讓台灣不要再走回頭路 回到當年黑道治國 地方縣市首長 永槍自重 葬事者人民的選票 拿到權力 包工程 買票 甚至於我坦白講 燒殺 掳掠 法律 幾乎都不敢碰 那個時代 的時候 我在當助理 沒有很久 各位年輕朋友 不要以為 那個很久 那我們現在看到中二選區 種種光怪 陸離的現象 我們在對抗 就回頭一看立法院 你知道 大家去Google一下 當年在立法委員裡面 就已經引起爭議就是國民黨一大堆涉灘涉壁的立委 跑路的何智輝 一堆藏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想利用立法院的委員會去干擾個案 當年的社會都不允許 國民黨現在光明正大來幹這個事情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司法法治委員會在立法院302會議室 輪職的招委主席是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葉玉蘭 他邀請了誰 他邀請了包含檢察總長江慧明 高檢署檢察長邢太昭 調查局還有台中 直接到夜館 台中地檢署檢察長黃茂信 以及調查局長王俊立 還有法務部長蔡清祥等等等等 司法院也邀請來 那本來是可以邀請的 但是立法院有一條紅線 沒有人在用政治力 或者委員會的會議 直接討論干涉個案 那一條叫紅線 有沒有違憲 他們在那邊怕老娘 那個沒有違憲什麼的 請這立委 國民黨立委扪心自問 立法院什麼時候可以開會 直接干涉個案 不可以嗎 二十年前十五年前 國民黨一大堆貪污黑金的立委 通通藏在司法法制 那時候國民黨還是要害羞 不敢這樣弄 只敢那隱隱約約的屆事屆端 今天直接把這些 甚至於台中地檢署檢察長 是負責承辦的檢查 一體的檢察長 要叫來立法院裡面 要討論中二選區查查會選 可以這樣做嗎 他們做了 做了之後還在講說 沒有啦 我在立法院很久了啦 很久了可以這樣幹 然後我知道狀況是 江惠民 邢泰昭黃謀信 堅持著檢察官 法律人的尊嚴 拒絕出席 那蔡清祥 所謂的司法行政 本來立法院約他就要到 所以蔡清祥法務部長到了 新上任的調查局長到了 另外呢 像這個 除了王俊麗調查局長以外 司法院的副秘書長 基於所謂的行政機關被邀請 周湛春也到了 周湛春 好久沒看到周湛春 那到了 把大家綁在那裡 是 開始 藍綠的立委開始在攻防了 綠營的一直告訴你說 不能這樣子直接干擾 介入個案 藍綠的一副就是當立委最大 懷疑爸爸 你也要討論 最後綠營到底 講到連記者都在搖頭 立法院記者很多都很資深說 沒有人這樣做的啦 我用當年核智慧的案子 都不敢這樣做 後來就提一個臨時動議要處理的時候 葉玉蘭突然間站起來 我肚子疼 他說他肚子痛 跑了 落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人 就把整個會議丟在那裡 沒有宣布散會啊 有人這樣做的啊 那這些被大政這樣叫去立法院 司法法制委 這件事情怎麼辦 主席沒有喊散會 也沒有處理 這些官員不能走 親者是浪費這些官員的時間 重者你是把國家運作當兒戲嗎 現在找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理由 明明告訴你公投法跟行政中立 有法律規定 行政也就是政府是 當然的法定反方 不管每天排這個 國家總預算不審查 我們國防預算不審查 社會衛生福利相關的預算不審查 然後排這種 排這種關心個案的 然後講到說炒米粉不行 誰講炒米粉不行 法我們選舉那麼久了 查會有一個三十塊錢的參考標準 如果言寬恆 你們家真的是只有炒米粉 沒有人講有問題 你那個行為到底有沒有違法 有人檢舉司法單位就去調查 而且那個辦桌啦 或者相關的人家在調查當中 國民黨自己直接政治介入 所以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看到了倒退一二十年 活生生的就利用我拳頭大 我是立委 我擁有政治的權利 我就可以在立法院開一個會 直接干涉個案 如果我們社會允許 國民黨這樣做的話 我們的社會以後將是弱肉強食 特權横行的無理社會 來我請教張宇勺 這算不算公然違憲 你看國民黨的立法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蔡英宇說你是設堂口 公然在護航中二選區 過去的國民黨立法院 三不五時要求進口中國疫苗 三不五時還說什麼呢 還黑高端 甚至五人在異常裡頭 還說要槍斃陳時中 那現在無幾次來 張宇勺怎麼看 我們都知道司法獨立 是民主國家政治制度 最重要的特徵 管理是五權憲法 三權分立 總統制 或是內閣制 內閣是行政立法合一 但是司法獨立 基本上象徵的是一個國家 法治精神的最高表現 所以不論是行政體系 或是立法部門 自然不能針對個案表示關切 更恍讓大喇喇的 直接在國會殿堂 利用招委的職權 把這些相關的檢調 跟司法體系的官員請來 請問這是要做什麼樣的示範 請問這是想要給誰 怎樣的暗示 嚴加在當地的爭議 現在司法體系已經正辦中了 誠如定於我應該所說的 這不是單純的草米粉而已 如果有人現在告訴你 這是草米粉 那麼也是意圖干擾 所謂的輿論的關注焦點 甚至混淆視聽 在上禮拜本節目播出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過了 這裡面有幾個重大的爭議 前面我們所談的 司法獨立的精神 絕對不容干涉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是呢 個案的爭議點在哪裡 請問他是單純的草米粉嗎 當然不是 他已經涉及了會選 因為超過三十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可能是嚴加的叫招跟晚點名吧 意圖使人心生恐懼 這根本也違反了選霸法 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嘛 第三個是什麼呢 我們正在質疑呢 司法的因為我們是輿論 我們關切表達想法天經地義 不論是執政黨在意黨 我們都有權利去做監督呢 跟質疑 我認為檢察官在地的 基本上要多加把力啦 因為呢 上禮拜周律師跟我們都為大家討論過 你是不是呢 演一出戲給大家看 我們還認為現階段呢 檢調呢 查會選的方向呢 有他努力的空間 所以重上所述啊 我應該這樣講啊 葉宇蘭委員呢 基本上丟了個煙霧蛋 第一個煙霧蛋呢 之前告訴大家說呢 如果我再犯錯 因為在氣渣鍋爭議的時候 葉委員曾經信誓旦旦說 我如果犯錯的話 我要持立委的這個職務 可是現階段 這算不算天大的錯誤呢 第二個是呢 微微就照在之前 這個召集今天的這個質詢爭議呢 他還說呢 民進黨花 執政黨花幾億呢 透過網軍來圍剿他 關注他 我真的覺得 最莫名其妙的地方 當作結論啊 你犯這樣的錯 你說網軍圍剿他 網路上最新的評價跟評論是什麼 請葉宇蘭委員啊 不要践踏民主機制 請葉宇蘭委員呢 基本上要之所進退 不要把立法委員的職權 無限上綱 負責任 或者是呢 有政治擔當的話 是 出來道個歉 為大家說明今天的動機為何吧 最後送費委員 費洪泰委員句話 我是政治學教授 我也教憲法 有沒有違憲 大家可以討論 不是你費洪泰一句話說 民進黨又來了 國家機器打壓 難道現階段 國民黨的這一些 在野黨的這些立委 只剩下側翼 1450 國家機器 用這些方法 或打綠斑 用這些形容詞 來回應社會輿論 對你的踏罰跟質疑嗎 是 點名 有檢察總長 包括了高檢署檢察長 邢太昭 包括了在前線 這個時候 應該要陸力 全面去辦 中二選區 有沒有涉及不法 台中地選組的檢察長 黃某信 通通被點名了 那這些人呢 他們為什麼敢抗拒 不願意出席呢 這裡頭是不是 真的有公然違憲的問題 不過在壓力當中 司法院的部秘書長周湛春來了 列政部也派了政次來了 包括了法務部長蔡清祥 連政署署長 包括調查局長 後面更是高官雲吉 到底想要做什麼呢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這個時候呢 不管是所謂的大冬瓜 小冬瓜 他們看起來火力全開 在這兩天競選 總部成立時 這個地方我要請教 包括校長跟易大哥 選情到底呈現什麼狀況 周律師這邊還有角度要分析 你先看一下 這是在12月4號 等於在拜那個時期呢 顏寬恒的大度後援會成立 批評綠色恐怖 已經是蔓延 在拜的版 插鼻混 我們說台中的地檢署 你到底在辦的是 辦鼻混 還是在查會選呢 查鼻混還是查會選呢 還是根本形成是個假動作 我們看關鍵性人物了 顏寬恒的拜朗的大度的後援會裡頭 六百多人參加 他說 參選之後遭受全媒體 全政黨的攻擊 現在連司法機關都用兩套標準來檢視支持者 自發性的草米粉活動 綠能我不能 這就是綠色恐怖 顏寬恒說 我們的支持者里長 里民被調查機關調查 兩天去三個機關 疲勞轟炸 讓他們心生畏懼 我們的草米粉沒有對價關係 去看民進黨的公投宣講送什麼 現在支持者辦得煩惱跟要死 法律沒有一致性 要叫老百姓相信誰 這顏寬恒在辦得說的 那甚至我看 在轉的時候 轉是務崩的競選總部的成立 再批評 檢調查 擦逼混製造 寒蟬效應 顏清彪在這一場 務峰的競選總部 上台送上了 這什麼 清算 清算 亦助順利 動算 顏寬恒除了系數之前擔任立委時 對於務峰的博侃山溝的整治 對於烏日務峰支持里長 舉辦座談會時 因為餐點太豐富 被檢調約談 所以批評是製造 寒蟬效應 今天會場 沒有準備 擦逼混 控吧 不過還是有炒麵 跟菜桃 魚丸湯 那是合法的話 其實你繼續炒米粉 控嘛繼續來 白菜肉繼續弄 其實應該不用改變 但是顏寬恒上台時 他特別提到 如果有辦法直接抓起來就好了 為何讓他還能夠自由自在 逍遇在外 這個都是抹黑坡份 請台灣 請大家不要受影響 這兩三天的報導裡頭 你可以發現 他還講什麼 奇怪 黎一三 我們明明講 黎一三是什麼 黎一三是募款餐會吧 是不是 黎一三不是這種吃到飽的 可是顏寬恒又說 2018台中市長全區 同樣有擦逼混 甚至有黎一三 還有龍蝦 撒西米 為何他的支持者在地方 擦逼混就被派出所去調問呢 其實是兩件截染不同的事情 但是注意看喔 這個時候呢 他的炮火還提到什麼 他為顏寬恒助講 竟然扯同性戀 林靖儀聽到之後說 國民黨為了取得選票 用這種方式 其實造成很多家庭的撕裂跟衝突 這是非常邪惡邪惡的行為 這個農委的理事長說 他有一個朋友的兒子是同性戀 曾經穿三點式內褲 去凱達格蘭大的抗議 朋友覺得丟人現眼 他勸朋友說 生出來性像這樣沒辦法 但朋友說 那也不用跟一大群人在那邊抗議 在那邊囂張啊 討論的封信變成同性戀都囂張起來 是誰支持他的 這個社會 國家為什麼變成是這樣子 我們要討論是立委選舉 就是民進黨立委 太多了 來 我請教施校長 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態勢呢 校長 這趙秋生 百王的我熄悉很久了 幾十年了 他長期都是農會的理事長 或是監察人 就是常務監察 那個 那個堂弟 就是現在的農會總幹事 那個 人家氣到現在說不出來 沒關係 農會總幹事也老師出席 他老闆趙招雄 就是趙秋生的應該是 應該是小姐 他們是同調的 現在說到這個 我先說一個題外話 在八十幾年 這個現任總幹事 他們老闆趙招雄 當選第一任總幹事的時候 結果他們是五比四 李氏 五比四 結果他們兩個 去黑道的抓去 變成六比三 要抓下去 趙招雄在家聽著說 兩個理事長抓去 沒幾五月 當中立書的倒下什麼 分去 結果台中管政府 台中管政府 頭過 慢慢清洗清洗 拖到說 公司說不可以啦 人家還在請請請請請請 也沒什麼過時 公司再拖過去 結果他們老闆做到六十五月退休 現在現任總幹事 就是接他們老闆 說這個故事是 現在現任總幹事 擔任大度苦 後完會的總幹事 說一個 如果說的叫任節作婦 是不是你的過高 我們不知道 因為大度農會 是不是跟 人生票員這個家族 有什麼利益糾葛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現在倒回來 說趙秋生 說這個 同性戀這件事 趙秋生霸凰是我的學長 如果我這麼公開 他指責 你混蛋 你什麼什麼 憑什麼去 去誣昧這些同志的 混蛋 你什麼這麼叫小 我公開跟你罵 你來打拖 你憑什麼 你跟他指責 同志是 沒有辦法的 政府已經立案了 你為什麼要去 同性戀囂張 他與囂張 跟你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就是白王的 現在都利益結合 這我們說起來很痛心 大度現在輪迴變成 一樣 用黑道在在那邊把持了 所以我跟他說 我們政府 立法會員在這裡 我現在又要跟你吐槽 農會法為什麼不改 為什麼可以常連 讓他去做到死 哪有那個得力 他們現在把持的 都用選舉的 以前一票選到多少 農會代表一票 我們那種的為了一個代表 一票稍為五萬 這真的 基本兩萬 一個農會代表都開了 都算百萬 要五十票才會掉 所以農會法要改 跟現在的宗教法要改 一樣 現在說到這個 我覺得趙秋生他們這項人跟他們這個 算堂帝就在 跟那個趙 趙什麼不介意了 起到時候說要分開 這項人都已經 沒差我們覺得說你們在地方上 也是一個頭人 但是怎麼會說一些這種話 為了支持你們的利益感謝 是跟他們百家合適 你沒想到說你們 你們借的東西 你差一點嚴重的理事長 尚感你都沒辦法做 你現在還在支持 我看不下去 如果我看不下去 來我請教義錦龍大哥 這是什麼樣的態勢 我們拿到在今天 剛剛定宇特為幫我們解構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出席的列席的政府官員名單 叫這個人是要幹什麼 你要讓這些人到前線去辦會選 也沒有 嚴家嚴家說真的 嚴親標可以帶著兒子嚴寬恆去 鎮南宮去酒莊嗎 我們嚴家選取一票 通常不會買去酒莊 應該可以取得更多人的相信嗎 敢不敢做這個動作呢 可是從法務部長你看 檢察司司長 點名這些人通通來 這些人來了 包括了我剛剛說鄭明謙 檢察總長請假 好 這個高等署 這是黃慧明包括了邢泰昭嘛 還有台中地檢署 黃謀信請假 其他人通通來了 周湛春 還有刑事廳廳長也來了 中選會 莊國祥也來了 法務部長蔡興祥我們也看到了 為什麼 來現在是一兩個嚴家的選情 出現的你所講的化學變化嗎 地方出現這些行為 到中央立法院會整個 寧願公然違憲 那你怎麼看這個態勢呢 易大哥 好 這就是我一開始一直擔心 這個中立府的選舉 要改變中結台灣的黑金政治 中立府人想要改變 絕對不可以輸一個廢嫌 不可以因為這個選舉 又輸一個廢嫌 所以我之前就一直三個年級 想辦法讓我們的蔡清祥部長 就是說 他們中立府跟他們搞決 拳請教他們搞決 親切的情形 直接辦不出什麼名堂 所以請蔡美長 蔡美長 所以說我們看出說 今天他們如果沒有火線 幾乎是他們就不知道要怎麼選擇 他們回來他們一直沒有專行 這就是公聯 公聯籍 在執行 執行 大家都 年末交交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說我們在擔心這個 這也是可以看出說 我們跟他的選擇 已經剛才你說的化學變化 已經化學變化 他已經是無材溫的 他很擔心 他還有其他不可以選 林選也輸人 不可以選 我抵抗民意 只因為說 用他的手段 家庭的手段 還要跟他母 要給母后贏 人家說這會受到祖愛 所以說他今天不夠跳唱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動作 今天說的選情 我可以跟你說 林鄭宇的選情 弟兄接受這個民意 因為民意平穩 在選舉 平均在選舉 維持 維持一定的支持度 在上升之中 上升之中 你嚴格 幾乎你整天負面的這麼多 你只剩下 剩下 你是搬 蒼蒼蒼蛋 還是什麼 你認為你會知道 其實你心裡優秀 你又伸展前腳 如果沒有辦法伸展前腳 你嚴格總處的結束 總處的結束 這可以譯出 今天是產生的化學變化 他心裡的化學變化 是從這裡來 從這裡來 今天也看出國民黨 你今天做這個動作 國民黨你的不勝財 國民黨你的滅亡的徵兆就是這樣 你今天為了一個嚴格 民進黨沒有在欺負 價值的 國民黨你也沒有欺負 價值的 問題是說你的組織 這個人有辦法代表你國民黨 尤其是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大家告訴你 庄民要給你看你擺什麼 採出來 以後你政黨要成功就是這樣 你今天整個董 給你踢下來要踢一個嚴格 你這董一定要看的 絕對要看的 不是嚴格 你落選了 絕對要看的 而且今天這個趙偉 是背後是代表警察 來我請教師立任 你覺得做這個動作 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嚴家 我們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 包括了國民黨台中市黨部 最近都針對台中地檢署 插逼分的事情 開始在燒 那這個背後 又想要行訴什麼 來立任你觀察什麼 如果沒有擔心 就不用做這些 冒著這個違憲 然後來做這些動作 我們都瞭解 過去在這個茶會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一些規定 譬如說送的小紀念品 不可以超過三十塊 那可是過去我們常常說 需要動員的活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動員人家來 那難免要提供一些茶水 一些餐點 所以在法務部 事實上他曾經有公告一個叫做 匯選犯行立舉 他有把說有哪些東西是匯選 那可是他有特別的來寫到說 有一些部分是不足以構成匯選的行為 他就有寫到說 如果你為了造勢的活動 為了提供一些簡易的茶水 簡便的餐點 就包括炒米粉 這種麵食類的提供這樣的一個餐點 不構成匯選這個就是為了要去查會的人 有一個共識說這樣的一個簡單的便當也好 炒米粉也好 就不構成匯選 可是這個案子為什麼會被炒熱的原因是因為他提供的可能不是只有簡單的炒米粉 過去我們自己都選舉過 我想校長跟依大哥還有定義都選舉過 我們也會辦這個問證說明會 我們也會提供這樣的一個炒米粉 因為動員人家來 那有時候會到一個吃飯的時間 那我們總是提供一些簡單的東西給人家吃 那裡面內容是什麼 炒麵 炒米粉 那有時候有焢肉 那我上次也講過 那個焢肉其實肉很少 裡面有些稻鏈 有一些蘿蔔其實很多 那我們提供貢丸湯 偶爾有一些鹹菜鴨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餐點 可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炒麵粉在辦這個問證說明會的時候 他有提供的包括蝦子 包括有一些高級的食材 我想這已經不見得就是所謂的簡易簡便的餐點 那所以有匯選的嫌疑 我想檢調去查 這個其實不應該用個案去干預 那也不代表他查了之後就會構成匯選 所以我覺得檢調去查 這是一件好事情 這個也可以為未來說 確立說那到底提供哪一些 是構成匯選 哪一些不是 因為在這個辦法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去界定一個金額 那所以我們其實也認為說 應該來去查 那查了最後的結果 才知道有沒有匯選 不必要在這個時候 就先去阻擋人家 然後就叫家來報告 那現在的一個 查匯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認為我們社會 當然有一個共識 其實我們都討厭匯選 可是不能夠因為 用這樣的一個憨慘效應 讓大家都不敢去查 那以後匯選是不是就會 讓大家 反正我肆無忌憚 我只要從中央 我只要從立法院來押 這樣就會有 小金我補充一下 第一個 我們任何人 近平我立任不管任何人 有人檢舉我們 律師在這裡 檢察官可以不辦嗎 有沒有罪人家查完了 哎呀 嚴家是無辜的還你清白 我反而希望你查快一點 有罪就罰辦 這個就是獨立的檢調 在該辦的事情 檢調如果是 檢調司法如果是民進黨政府 可以指揮的話 馬英九一審 不是謝謝這些司法人員嗎 還他清白 雖然現在上訴中 還有二審要佔 這個是一個基本價值 就有人檢舉 台中地檢署可以因為說 這個國民黨在關心 嚴家所以我不辦 可以嗎 這第一件事情 所以查會並沒有有罪推定 他東西有沒有超過那個價值 有沒有對價關係 或者干擾選物 中檢會辦 那國民黨今天 幾乎整個黨壓上去 在司法委員會裡面 針對個案把所有的 這些相關的司法檢調人員找來 不管針對什麼案都不可以 不管是不是 嚴寬很暗或任何的案 通通不可以 那條叫紅線 我們在立法院的審查 不能介入個案 第二個 現在在歐龍西島 或者污賊戰術 是因為自己夠黑 想要把別人變得一樣黑 我舉個最簡單例子 剛才小君有講 顏寬恒說 那為什麼林靜宜 你們可以簽人辦桌 我們不行 你也幫幫忙 那個辦桌的單位 叫做保生大地總會 好 你現在要到保生大地來作對 保生大地總會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辦了之後 簽人在那邊吃飯 難道有去跑團的人 這個餐會都是為他們辦的嗎 你現在是顏寬恒 在直接檢舉保生大地全國總會嗎 第二個林靜宜那場連去都沒有去 你說人情人辦桌 你現在在指控的是 中華民國保生大地總會會員大會 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會去跑很多場合 工會 職業工會 產業工會 廟會 大家都會去 不會因為我去了那個場合的辦桌 就是為我而辦的 這根本亂講 最後一個他想說 哎呦 現在不准你跑團了 不准那個炒米粉 誰不准你跑團 比較近的啦 比較認真走的 誰能夠規定不准跑團 走團 隨你教他 第二個 如果是一個 法律都講了 你就是一個炒米粉 簡單辦活動 給大家來 有沒有違法 檢調會判斷 規定他不能炒米粉嗎 沒有啦 現在我如果是嚴寬 可能反正說 來 歡迎檢調來查 你趕快最好明天查出來 是不是明我沒有 或有 他現在不是啊 不只自己在那邊 只怕到 國民黨全黨竟然在立法院 傷害國民黨的形象 只為了幫一個嚴家 哇 要多大的心虛 還需要用這麼大的力量 來 憶大哥這邊要補充一下 來 憶大哥 實在齁 那個炒米粉 這個事情齁 你敢把你炒米粉 你把我看得到 搞得比較多包容我出來 你用那個援護說 就大家可以炒米粉 其實你吃這麼好 大家是在跟你說這樣啦 其實站著 我看林正義的店員 或是民主黨也好 並沒有去跟你說 你炒米粉會什麼事情 即使你社會關鍵不好 這個節目中 有人會跟你檢視 這個問題齁 你是怎麼一直要把他放肩 你自己要把他放肩 都是你炒出來 一直說出來 你死亡 你也是情緒 所謂情緒是什麼 是感覺說 案情沒有嚴重嘛 整個 你給你 行搜搜搜搜 給你打壓 什麼國家支持 動起來齁 你人家 你這樣操作 我直接要把這個 我們要吃 加米粉的阿伯 我要跟你們說 你們都不叫 你說不能吃米粉 不能吃空 沒有這個事情齁 只是我要跟你說齁 你們看不到的一面齁 我們街中現在餐廳跟酒店 生理很好 生理很好 我沒在騙的 我都有去洗 我要來吃 我都可以胡說八道 我都會成功做出來 請人家吃好 大家吃鮑魚 吃鮑魚 還有沾酒店 帶女生 都有人贏 都會成功 你只吃鮑魚 你冷藏 跟鮑魚吃不到 我們說這個 吃幾隻 拿幾隻 拿幾隻 拿幾桌 動力庫 動力庫 我們這次選這個 清清清清清的 有夠的人 來改變我們台中海鮮 這樣才有夠 來這個 競平 你覺得 插逼混這個事情 有刻意被放大嗎 我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藉由插逼混 你們在進行 裝腳的點兵 向來架 這時候明冊就會出來了 那有刻意被放大嗎 那重點是台中地檢署 你是辦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按照立法院 這種點兵的話 國民黨立法委員 到底在做什麼 你們真的在監督嗎 到底在做什麼 而且從這樣一個監督 看起來 這是不是在恐嚇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 你怎麼看 第一個 只要這個有人檢舉 然後有人告發 現在這個事情也鬧得沸沸揚揚 台中地檢署 我相信施法一定會偵辦 只是偵辦的進度 偵辦的內容 跟這個一月九號補選前的 這個時程 會不會來得來不來得及 或者在這個狀況 一定會引起大家的這個討論 跟熱議的 但是不可否認的 這一定會對現在就是 顏清彪的兒子 顏寬恒跟這個林靜宜在選舉 一定會令顏家陣營 他們可能 我如果他們還不把 就是動作上 我再說一下的話 那就我覺得是比較不聰明的做法 那會讓他們就是剛剛立任 也有提到了 不管你針對司法當局做怎麼樣的一個司法機關 做怎麼樣的一個動作 或者是對當事人選舉 你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都會有 有一點點這樣的寒蟬效應 那所以如果他們還沒有這樣收手的話 或者說做怎麼樣的一個太大 太鋪張的話 那就是像剛剛這個定義委員 講的那個內容提醒到我 過與不急似乎都會引起爭議 過呢就是像現在大家在討論的 然後被這個舉報到司法機關 不急呢 好像當初吃的就是變成不對的 那吃的要吐出來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界線你就要拿捏好 那我覺得國民黨 他這個國民黨立法院也沒有這個天大的膽子 說敢去幫嚴家護航 然後幫嚴家 如果嚴家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怎麼樣在司法爭執當中 國民黨斷不至於做這個動作 但為什麼會今天大家講出來說 你怎麼排的這個委員會 我相信國民黨他其實把政治 和這個排委員會的這樣的一個職權的時候 他有點混淆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覺得痛恨民進黨 或者是覺得民進黨就是這樣雙標的時候 所以他把他的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的題目 我唸給大家聽 司法不可雙標 行政必須中立補選公投政治爭辦 他的題目是這樣的一個委員會的這個報告 並被質詢 首先我為什麼唸這兩句 司法不可雙標 行政必須中立 聽起來是不是像記者會的那個海報的標題 你拿來放在立法院 我也跑立法院十幾年 那個立法院的那個委員會一欄一欄 前一個禮拜都會出來 禮拜五都會出來 那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到禮拜二 他臨時換的 臨時換的 沒關係 原來更好笑 這個原來什麼好笑 他說原來的題目更好笑 原來原來要討論行政中立 那他要邀請的所謂的專家 是侯漢廷跟羅志強 專家喔 行政中立的專家喔 一個是政黨的極端 而且是國民黨隔時院之前當院長 這兩個能抬手行政中立 他的題目是這樣嗎 他題目都像標語一樣 所以都在討論行政中立 所以 原來國民黨立法委員是怎樣 都專門來摧毀國會來亂台灣了嗎 這個叫監督嗎 不知道是葉宜蘭委員 還是他的國會辦公室 因為你要幫這個招委擬定這個題目報告嗎 以前我也常常到委員辦公室去問下一個 這個禮拜的這個招委的題目是什麼 排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才會講說你要學民進黨 我相信國民黨會氣成這樣 會想學民進黨 但是學了不好的話 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反響 學民進黨什麼 我提供正確訊息 學民進黨公然違憲嗎 民進黨哪裡有公然違憲 學民進黨之後我舉一個例子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 先講二零一四年 類似當時司法法制委員會 尤美女委員 他排過類似的這個報告 可是人家的報告題目我唸出來 我真的還覺得很難去挑剔 他當時邀請法務部長率同調查局長 廉政署長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中選會副主委 就推陳出新資各種會選方式 因應措施及檢討法務部 函視會選犯行 例舉 例舉相關會選認定標準 及適用情形進行專題報告 這個在立法院公報 第一百零三卷 第八十一期的委員 所以他認為你們公然違憲嗎 第八十幾個